下面一個是我們很喜歡問的重點 叫做力的平衡 就是如果有一個東西你知道它有受力 可是受力之後運動狀態沒有改變 也不會轉動什麼什麼之類的 我們就叫做力的平衡 其實我們教你的叫做靜力平衡 就是我們國三要教靜力平衡 靜力就是說我原來是靜止 受力之後仍然保持靜止 沒有發生運動狀態的改變什麼之類的 也不會轉動什麼之類的 那叫做靜力平衡 那麼就是我們現在簡化叫做力的平衡 然後你要記住的事情是 兩力平衡的條件叫做大小要相同 方向要相反 要弄在一條直線上 所以要請你記住兩力平衡的條件 正確的說這叫做靜力平衡的條件是 大小相同方向相反 作用在一條直線上 用剛才教過的做合力的方法 你就知道如果我大小相同方向相反 方向相反要相減 大小一樣減完就是多少 零對不對 所以如果你大小相同方向相反 合力就是零了 你為什麼要加一句作用在一條直線上 因為如果沒有作用在一條直線上 他可能會轉動 他就不是受力之後仍然保持靜止 這件事情國三才會教 所以暫時不用理他 你就背下來兩力平衡的條件 叫做大小相同方向相反 最後在一條直線上 然後考試可以看得出來 這兩個力有平衡 這兩個力有平衡 因為大小相同方向相反 最後在一條直線上 這兩個力沒有平衡 因為大小不同 或者因為方向沒有相反 或者因為沒有作用在一條直線上 ok 就是背下來兩力平衡的條件 這是兩個力 那三個力呢 三個力的平衡 三個力的平衡的時候呢 會有幾件事要知道 第一件事情 三個力平衡 你隨便挑兩個力 做出來的合力 就跟第三個力要平衡 大小相同方向相反 就用在一條直線上 所以現在在圖上面 F1跟F2的合力 就會跟F3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就用在一條直線上 F1跟F3的合力 就會跟F2大小相同 方向相反 就用在一條直線上 就是第一件事要曉得的 三個力平衡的時候 任兩個力的合力 跟第三個力平衡 第二件事要曉得是那個角度 看方便寫的嗎 那個角度比較小的 對面力怎麼樣 比較大 角度比較大的 對面力比較小 對面力比較小 剛才講過嘛 兩個力的夾角如果越小 合力就會怎樣 越大 夾角如果越大 合力就會越小 這跟剛才的話是類似的 類似的 OK 像這邊所跟各位所顯示的一樣 就是這裡圖上大概 這個不太容易看出來 這個不太容易看出來 它會 這個大概搞到差不多三 這個差不多四 然後三四就差不多五嘛 對不對 三四五 OK 叫做任何兩個力的合力跟第三力平衡 大小相同方向相反 那你就發現我把角度如果變小一點 這力就變大 角度變大一點 這個力就變小了 所以夾角越大的對面的力量就越小 夾角越小對面的力量就會越大 就是剛才跟你講的兩個重點 就是三力層平衡的狀況 比較重要的是兩力平衡的條件 大小相同方向相反 最後在一條直線上 三力平衡 注意一件事叫做任兩個力的合力 跟第三力 大小相同方向相反最後在一條直線上 另外一個就是夾角越大的 對面的力量就會越小 就是我們跟各位纏一下 力的平衡的東西 OK